第十六章 天花尊者 混沌城主等人类高层刚得知消息推断出 应该有一位宇宙最强者闯入紫荆岛 就立即联想到虫族妖族机械族早就要铲除罗锋 而罗锋一直在紫荆岛 那三大巅峰族群等急了用最稳妥手段 宇宙最强者来击杀也并非不可能 得出这一推断 混沌城主当时就吓得一跳 幸好罗锋一时一直连接虚拟宇宙 让混沌城主明白罗锋还活着 这才能不急不躁 可混沌城主也疑惑 如果说宇宙最强者来击杀罗锋 那应该不会失手 除非罗锋反应快立即自爆 如果说不是击杀罗锋 那又会是什么情况 那宇宙最强者是虚真魔神 罗锋恭敬道 虚真魔神 龙行之主 混沌城主都是大惊失色 他来紫荆岛也的确是要杀我 罗锋在脑中瞬间思考了下 便决定说出来 毕竟从正常角度而言 自己是人类族群 现在一个新进崛起的强者 虫族那三方拼命想要铲除 人类族群自然拼命要保护 自己受到宇宙最强者刺杀 人类族群应该会有点举动才对 全部靠自己一个来硬抗 也没必要先看看族群什么举动吧 真的来杀你 混沌城主眼中引有煞气 虚真魔神亲自去 你怎么逃得过的 龙行之主也忍不住道 混沌城主也连道 虚真魔神亲自道 以他的实力 你们紫荆岛的岛主根本没法阻拦 至于你们祖神教祖神 更是来不及阻拦 你怎么会 兵老师正是祖神救了我 罗峰恭敬道 龙行之主和混沌城主相视一眼 他们俩其实从战斗情报中 就已经判断出了 能够令紫荆岛那些传承者 都没发现五彩极光湖动静 而且能动用五彩极光湖的 恐怕也就是祖神了 只是他们俩不理解 为何祖神能够来得及插手 须知强者交战 速度何等迅猛 若非祖神 这次怕事 罗峰摇头道 自从我当年被认定为 顶尖宇宙霸主后 我一进入紫荆岛 祖神就暗中在我旁边住处隐居 这62年来 他一直就是我的邻居 啊 邻居 龙行之主 混沌城主都按经 真经与祖神教何等重视罗峰 能够让整个祖神教地位最高的祖神来当保镖 这姿态做得的确是漂亮 宇宙第一大势力的最高存在 亲自住在旁边默默守护这么久 谁都会感动 你现在在哪 混沌城主连问道 我现在暂时不在紫荆岛 罗峰道 你先别回去 虫族 机械族 妖族这次失败了 下次难说不会再来一次 混沌城主郑重吩咐道 你先去静修 你的事 我再好好思量下 是 罗峰当即朝眼前两位攻身行礼 随即瞬间便凭空消失不见 龙行之主 混沌城主都思存着一时间都没说话 混沌 龙行之主终于开口 紫荆岛不是安全之地 那三族杀罗峰之心可是重得可怕呀 当初只是猜测 没想到还真是 而且是虚真魔神 最擅长幻境的魔神 真是对付拥有天赋分身最可怕的存在 我马上通知巨府 让诸位宇宙之主 齐聚在一起 商谈这事 混沌城主再也忍不住 当人类族群的宇宙之主们 因为这事情再度聚集在一起时 罗峰则是在自己宫殿的仪殿厅中 继续翻看着一名名顶尖宇宙霸主的资料 我人类族群 加上我 才四位顶尖宇宙霸主 机械族有四位顶尖宇宙霸主 妖族有足足21位顶尖宇宙霸主 毕竟妖族中血统高低不等 拥有天赋分身之术的妖族 就有好些个顶尖宇宙霸主数量倒是极多 虫族 虫族有宇宙霸主81个顶尖宇宙霸主两位 可是虫族的宇宙霸主 一旦发动虫海战术 完全能和其他族群的顶尖宇宙霸主进行媲美 罗峰暗自点头 虫族很可怕 一名虫族母皇 单单自身战力或许仅仅仅宇宙霸主 可他不惜代价 完全能够制造出一群宇宙尊者级的虫族战士 虽说仅仅身体强大 可母皇完全可以意识 却能分而降临在每个士兵上 令每个士兵拥有极强战斗力 机械族的盟族 则共有12位顶尖宇宙霸主 妖族的盟族 则共有16位顶尖宇宙霸主 虫族的盟族 则共有9位顶尖宇宙霸主 选谁 罗峰首先就将虫族给排除了 虫族母皇霸主本身并不可怕 可他能够操控强大的虫族战士 就算自己能击杀一个个虫族战士 虫族母皇也能趁着那些战士拦住罗峰 自身能够从容地迅速逃掉 机械族 机械族一共才4位顶尖宇宙霸主 就像人类族群之前 一共才3位顶尖宇宙霸主 他们拥有的质宝等等 都是极强大的 而牧他们各个是在机械族的一些重地 就像人类的天石公主 星域魔主等 各个在一些重地一样 妖族吧 妖族顶尖宇宙霸主数量多 而且分散 罗峰看着半空中悬浮的一份份资料 忽然盯着一份资料 就是他 天花尊者 天花尊者 妖族顶尖宇宙霸主 是天狼族仅次于天狼之主的存在 是整个天狼族的骄傲 是天狼之主的亲传弟子 同时也是妖族梦妖族的弟子 天花尊者 天狼之主 罗峰轻声一笑 他可忘不了当年从兵狱出来 那位高高在上的天狼之主 欲要杀死自己 幸好混沌城主老实现身 天花尊者 算你倒霉 就是你了 定下猎物天花尊者 罗峰自然就开始搜查 诸多详细情报进行布局 探查其至宝 密法等等 弄明白他的详细实力 还有一般居住在了 可当罗峰制定计划时 混沌城主直接发来通话 罗峰 来混沌须见我 是 顾不得其他 既然老师有令 罗峰便迅速离开神国 抵达了虚拟宇宙公司大本营 乘坐飞船 通过宇宙通道 抵达混沌城 行走在城主府中 处处侍卫 近接恭敬 混沌须 苍茫的混沌须中 混沌城主正盘膝而坐 带着罗峰走近 他才睁开眼 老师 罗峰微微攻身 哇 混沌城主随手一甩 一道流光飞向罗峰 罗峰连伸手一接 低头一看 掌心中有着一块三角棱晶体 宛如紫水晶 上面有着漂亮的古朴花纹 整个晶体有着一股奇异的魅惑之力 这是高等灵魂类至宝中 较为上等的本名余相 混沌城主道 余相 罗峰一惊 他之前在兑换出 顶级质宝战刀血影刀时 目光一扫 看过很多兑换目录 他何等能耐 自然是过目不忘 清晰记得 在灵魂类质宝一栏中 余相换取是需要 足足620质宝点 高等灵魂类质宝 比一般顶级质宝兵器 还要贵重 顶级质宝战刀等等 一般80质宝点就能搞定 可高等灵魂类质宝 最低也得两三百质宝点 余相更是其中极品 达到620质宝点 当然如果是顶级灵魂类质宝 那价值就高了 那完全能够媲美千宝和 剑和罗等兵器了 一般需要数千质宝点 老师 罗峰抬头看向混沌城主 并非我给予你 而是族群给予你的 混沌城主笑道 这一件高等灵魂类质宝中的 极品 余相 价值数件顶级质宝兵器 这是族君知道 你被虚真魔神追杀后 最终做出的一个决定 给予你这余相质宝 镇守灵魂 你的意志意识 已达到宇宙之主级 余相 又是高等灵魂类质宝中的极品 在遇到虚真魔神 有余相镇守灵魂 至少不会被灵魂渗透 更不会被灵魂控制 你可从容地自爆 混沌城主道 罗峰点头 的确 如果是真的顶尖宇宙霸主 就算灵魂有质宝保护 可遇到宇宙最强者 依旧逃不掉 一般都会选择自爆 能够自爆 已经算是一种成功了 只是自己不同 自己有至强质宝 星辰塔护体 也有巅峰质宝 结甲护体 谢老师 罗峰依旧感谢道 自己的确缺少一件灵魂类质宝 虽有星辰塔 可是 地球人本尊和金角巨兽分身 二者都是需要灵魂类质宝的 再得到这件鱼像罗峰 就瞬间做出决定 鱼像让地球人本尊使用 地球人本尊之前就有结甲 结甲本身具有削弱灵魂攻击的效果 鱼像和结甲彼此叠加 完全能媲美顶级灵魂类质宝 那么 我在那须真魔神灵魂攻击下 怕都能抗下 金角巨兽分身有星辰塔 也有了十足底气 以血云殿主身份闯荡时 也不至于坠了血云殿主的威名 罗峰暗暗做出决定 这宝物的确来得及时 这鱼像 需620质宝点 罗峰手上剩余的那些质宝 全部献给族群 也只能弄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有着质宝在身 你即可出去闯荡 毕竟虫族等三族 再请一次宇宙最强者可不容易 你也不用太担心 混沌城主正中道 你实力已达到如今这层次 就必须在战斗中磨砺 任何一个宇宙之主 都是从战斗魔力中诞生 埋头苦修是成不了宇宙之主的 去吧 是 罗峰攻身当即退去 罗峰攻 weave 明ин行 tool 在罗峰攻伤 也转它的罗峰转 准尽 在罗峰的 后面 监 initiated 面